打假球为什么还要跑 山记者则为灵活 恐怕比场上打假球更厉害 运龙球员吴佑任 步出地检术很会躲 看到镜头在拍 一路跑给记者追 同团球员周伟晨 则躲在亲友团后方 全媒球场上的气宴 亲友团高举双手 阻挡媒体排射差点 爆发冲突 铃声叫头变成主头是不是 前运龙助理教练邱继伟 尽管没跑夜市不发抑郁 经过检方复训 月龙球队近一半遭约谈 年度MVP柯明豪遭生压 外籍球员颁霸10万元交保 邱中婆 陈品璇 黄信敏 颜文佐 吴佑任和周伟晨 6人以30万元交保 吴敬以前女友黄品璇 则以10万元交保 另外组头赌客则以 3到15万元交保离开 检紧扩大追查假球案 柯明豪被球队要出担任白手套 与吴敬影分工逐到打假球 宇松前 拉拢其他球员配合打假球 多数球员执行后 就算不配合影响比赛或投注 赛后也能收到分红利润 一人可拿到5000元 当然是不愿意发生这种事情 球员就好好努力打球 做好本分 这样子 谢谢 以震人身份应训的前教练邱大宗 陈信说是配合检察官调查 12名被告中多数涉案的球员 由警班爸柯蜜豪 在唱上主导比赛 但两人坚决否认 有迁图跟打假球 不过检浸深入调查 发现部分球员与亲友 金融账户有异常金流汇入 是否背后还有更多内幕 现在还要一一调查 接着李世纲张震美度一轩 台北报道